香港市民北上已经不是什么新闻 尤其是每逢节假日 去深圳或者过境深圳的人数暴增 几大关口都是排起长队 在福田和罗湖口岸 因为深港两边都有地铁接驳 出行更加方便 选择从这两个口岸过关的人也最多 而一地两检最便捷 距离最短的深圳湾口岸 因为只能乘坐巴士前往 并且过关之后 深圳这边也只能继续转巴士或者滴士 没有那么方便 不过 这种状况马上就要改变了 深圳地铁13号线预计今年10月份就要开通 13号线一期工程以深圳湾口岸为起点 途径人才公园 深圳大学 南山科技园 西立高铁站等16个站点 游客出行将会更加便捷 相比港人很喜欢也很熟悉的罗湖和福田 南山区同样也很有活力 新建的人才公园就在深圳湾海滨 可以徒步直达深圳湾海滨公园 这里高楼林立 绿树成荫 空气清新 很多大公司的总部都在这附近 夜景也非常漂亮 位于越海街道的南山科技园 则被网友戏称宇宙第一街道 因为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很多都在这一片 网友们甚至说 中美根本没有贸易战 因为美国人的目标可能只是越海街道办 周末的科技园非常安静 休闲的咖啡馆明里 这里的餐饮美食店 环境都非常好 位于大冲的万象天地 是超大型的购物商场 南投古城也在附近 一旦新的地铁开通 预计深圳湾口岸会更加繁忙 你更喜欢从哪里上深圳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